是就著跨境交通 我們第一就已經跟這個 穿梭巴士公司達成一個共識 我們會盡快開動這個預約的服務 是讓內地的旅行團 是預約是團體的票 以及預約是來回的票 讓他們來到香港 可以很暢順地過關 以及抵達他們的旅行景點 這個我們是希望做好了 有關的安排和細節之後 就盡快向大家作出一個回報的 至於境內的安排 大家都知道在香港口岸 事實上有很多的交通安排 包括九條的A線 是讓旅客和市民 去到全香港九龍新界不同的地點 也都有大嶼山裏面的B線的巴士 也可以讓旅客去到東涌 印路以至機場 也都希望大家幫忙宣傳一下 我們其中一條線叫B五線 去印路的 讓這個乘客 可以轉成鐵路出市區 去東涌也可以 但是印路是值得選擇的 因為為什麼呢 它的收費大概五元八角而已 而且轉成地鐵有一元的優惠 所以四個八人錢就已經可以去到市區 至於去東涌就有七個多人錢 變成大家可以幫忙宣傳一下 讓我們的人客可以分流 至於在東涌 這個東匯城附近B六站那裏 我們都跟大嶼山巴士公司作出一個安排 就著排隊收費 以至登車的安排 作出一個部署 希望在接下來這個周末的高峰期 可以將人流管理得更好 亦都希望在乘客有更愉快的體驗